曾除南来到红花会,由魏春华接待。 曾除南代表李可秀表示,只要红花会把他小老婆送回,自然另有一番心意,并且提出要求红花会把另一只玉瓶交还。 魏春华听了,仍是不动声色,淡淡地说,玉瓶什么的,我们倒没听说过。 不过李军门既然遇上了这么个难题,曾将军又亲自光降,咱们帮忙找找也未无不可,过得个一年半载,或许会有点头绪也说不定。 曾除南武艺虽然并不怎么高,但是精明强干,很干练,也很会办事,知道跟这些江湖汉子打交道,越爽快越有结果。 就说,李军门说,他对贵会陈总多主,慕名已久,只可惜一直没有机会交接亲近。 今日贸然来求两件大事,无功不受禄,心中也是过意不去。 所以陈总多主有什么意思,请不客气地吩咐下来。 魏松华说,曾将军十分爽快,那再好没有了,我们陈总当家的意思,第一件。 我们红花会今天得罪了李军门,要请他大度包容,既往不救。 这是理所当然之事,兄弟可以拍胸膛担保,军门以后绝不知因这件事跟贵会为难。 那么第二件呢? 我们四当家文太来,关在提督府,曾将军是知道的咯。 曾除南崩了一声。 他是侵犯,李军门便有天大的胆子,也不敢将他释放,这个我们是明白的。 可是陈总当家的想念他的锦,今晚想见他一见。 曾除南,臣吟半傻。 这件事十分重大,兄弟不敢作主,要回去问过军门,再来回话。 陈总作主,可还有什么吩咐吗? 没有了。 曾除南告辞回去了。 过了一个时辰,又来求见,仍是魏春华接见。 曾除南说,呃,军门说道,文四爷所犯的案子,重大之急,本来是绝不能让人探监的。 呃,不过陈总作主既然答应交还玉平,军门也只得拼着脑袋不要,让陈总作主一见。 嗯,但是,有两件小事,要请陈总作主扶允才好。 那,请曾将军说出来听听。 呃,好,呃,第一,这是军门为了结交朋友才舍命答应的事。 要是给人知道了,那可是天大的祸事。 啊,李军门要陈总当家答应,此事绝不可泄露一次半句,是不是啊? 呃,正是。 这件事,我带我们当家的,答应了。 呃,第二件,探监,只能陈总作主一个人去。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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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李军门当然怕我们乘机劫牢了,好吧,这件事我也答应了。 探监,是陈总当家一个人去。 我可没有答应不劫牢啊。 呃,魏大哥是英雄好汉,千尽一诺,兄弟,这就去回报。 今天,请陈总作主到提督府来,别了。 陈总当家与闻死当家见面,那张赵仲若是在一旁,这件事自然瞒不住了。 与李军门只怕大大的不变吧? 呃,魏大哥此言有理,让军门借物请开他便是。 好,我们在江湖上混饭吃,道义为先。 只要李军门遵守今日所约之事,他的如夫人和玉瓶着落在我们身上送还。 曾图南起身揪了一个衣,兄弟,先此谢谢。 徐雄等征途南走了之后,聚在大厅中等候陈家洛调兵遣将,相救文台来。 陈家洛说,七哥,还是听李分派吧。 徐天宏只是沉吟不许,过了半晌,说道,线下把张赵仲那个扎手的家伙掉开了,总舵主又可以到里面相机行事,节牢当然容易得多。 可是李可秀一定也防到了这一招,须得先推算他怎样应付,然后给他来个出其不意。 陈家洛说,正是。 杨成邪说,我想他一定要调集重兵,包围地牢出口,说不定再请大内的高手侍卫协助,只放总舵主一个人进去,也只放总舵主一个人出来。 唐和志说,我们得在剃毒腐败接引,以防鬼儿子们对总舵主不理呀。 徐天宏说,接引当然是要的,只是我想李可秀不敢对总舵主怎么样,因为他的小老婆和玉萍还在咱们这儿。 大家谈了一会儿,都觉得眼前的局面已经比今天尚武有利。 一则已经知道地牢的地形和机关,再则陈家洛可以在牢内里应外合,只是李可秀的防备,却也一定比尚武更周到,单凭应攻未必成功。 吴臣叫道,今日就绝个生死存亡,这一口气再也憋不住了。 陈家洛忽然说,有了。 七哥,我去见四哥的时候,穿上宽大的披风,头戴风帽面罩,只装作不愿给人发现面目。 十天宫已经知道他的意思了,不,那是得一人,失一人,绝非善策。 吴臣说,总舵主,你把话说完。 陈家洛说,我进了地牢之后,和四哥换过装束,让他出来,看守的人只到是我,你们在外接应,一举把四哥救出去。 吴臣说,那么你呢? 皇帝和我特别有缘,等他们发现已经掉包,自然会放我出来。 魏臣华说,总舵主这法子却是一条妙计,但是你是一会之主,绝不能轻易涉险,这件事让我去做。 一时之间,群雄纷纷自荐。 杨成协说,总舵主去做此事,总是不妥。 陈家洛说,各位有所不知,皇帝曾和我鸡掌为室,我们两人绝不互相加害。 于是,就把昨天晚上在海塘边两个人启示的情形说了一遍。 徐天宏说,哎呀,皇帝老儿阴险狠毒,说话未必算数。 陈家洛执意要怎么办? 徐天宏说,既然如此,咱们来个两拳之计。 总舵主这条惊蝉脱鞘之计,本事十分高明,只是稍微冒险了一点,我想咱们还是照做,不过等四哥一救出,咱们立即攻进地牢,接应总舵主出来。 群雄都觉得首领涉险,心中不安,但实在也别无他法,只得都答应了。 洛冰走到了陈家洛的面前,施下礼句。 总舵主,你这番情义,我们夫妻粉身碎骨,也难以报答。 说到这儿,眼圈又红了,陈家洛还了一衣,四嫂,快别这样,咱们兄弟情统骨肉,怎么说得上报答二字呢? 当下不知已定,陈家洛披上黑色的大肠,领子翻起来,一顶风貌滴滴的垂下,与魏春华两个人尽头提督府来。 此时已尽黄昏,天边明星出现,到着提督府外,一个人迎过来,低声说,是陈总舵主,魏春华顶了点头,那个人说,请跟我来,这位请留步。 魏春华站定了,望着陈家洛跟着那个人进了提督府。 暮色苍茫中,勤压归巢,宣造不已,魏春华的心中碰碰乱跳,不知道总舵主此去,急凶如何。 不一会儿,洪花会众兄弟都已经乔装改办,疏疏落落的到来,散在提督府四周,待机而动。 陈家洛进入府门,只见满府都是兵将,守执兵刃,严阵以待。 经过了三个院子,那个人把他引到一间厢房之中,说道,请稍宽坐,然后走了出去。 不一会儿,李可秀走了进来,拱手说道,幸会,幸会。 陈家洛贴开大厂,露出脸来,笑道,前日湖上一会,不宜今日再逢。 李可秀说,现在就请去见那犯人,请随我来。 两个人刚刚走到门口,忽然看见一名亲随,气急败坏地奔了过来,说,皇上驾到,将军快出去接驾。 李可秀吃了一惊,对陈家洛说,只好请阁下,在此稍候。 陈家洛见他的神色不像是作假,点了点头,回声作响。 李可秀急忙奔出去,只见满衙门都是御前侍卫,乾隆已经走了进了,李可秀忙跪下扣剑。 乾隆说,你预备一间密室,我要亲审闻泰来。 李可秀迎接乾隆进了自己的书房,御前侍卫在书房的前后左右各间房中都部署得密密层层,屋底上也都有侍卫守望。 乾隆对白镇说,我有机密大事要问这犯人,不许有人听见。 白镇说,是,是,退了出去。 不一会儿,四名侍卫抬了一个担架进来。 文太来带着手铐脚镣睡在担架之上,侍卫躬身退出,书房中只剩下文太来和乾隆两个人,一时静寂无声。 文太来,此时外伤未愈,神智却极清醒,躺着对谁也不加理会。 乾隆问他,你身上的伤全好了吧? 文太来睁眼一看,吃了一惊,坐起身来。 他随老当家于万亭进宫之时,曾经和乾隆见过一面,此时忽然在杭州相遇,自然是大出意外了。 他哼了一声,冷冷地说, 还死不了。 乾隆说,我要他们请你去北京,本来是有一点事情和你商量,那只起了误会,我已经责罚过他们了,你不必再介意。 文太来听他言语说得漂亮,怒气上升,又哼了一声。 乾隆说道,每次你与你们姓渝的首领来见我,咱们本要记忆大事,哪知他回去之后竟一定不起,可惜可惜呀。 文太来说,要是余老当家不死,恐怕他今日也被锁在这里了。 你们江湖汉子,性子耿直,肚里有什么话就说什么。 我问你一句话,你老实回答了,我马上放你回去。 嗯?你放我?哈哈哈哈哈哈,你当我是三岁的小孩,我知道,你不杀我,天天吃不下饭,睡不着觉,到今天还不下手,就是想问问我。 乾隆笑道,那你也未免太多疑了。 他站起身来,走近两步,问道,你那姓渝的首领,后来和我说话,都跟你说了吗? 什么话? 乾隆瞪眼看他,文太来双目回事,毫不退避。 过了半晌,乾隆转开了头,低声说道,关于我身世的事。 文太来心中盘算了,自己既然落入他手,总是有死无生。 不过,红花会的大伙已经到了杭州,如果能够拖延一些时候,他们就可以设法劫牢相救。 就说,他没有说,你是皇帝,是前朝皇帝和皇太后的儿子,你的身世谁人不知有什么好说的? 乾隆虚了一口气。 啊,那一天,他深夜来见我,你可知是为了什么吗? 于老藏家说,他曾经帮过你一个大忙,最近我们红花会经费短缺,他来向你要三百万两银子。 哪知,你非但不给,反而把我捉拿在此,哼,有朝一日,我脱却灾难,定要把你这忘恩负义之事全部抖了出去。 乾隆哈哈大笑,心中一宽,偷眼看他的脸色,见他气氛异常,似乎不是在作假。 他,心中半信半疑,说道,既然如此,我只好把你杀了,否则放了你出去,不免败坏我的声明。 谁叫你不早杀呀,你杀了我,饭也吃得下,觉也睡得着,见到皇太后,也不用心里怀着鬼胎了。 乾隆肃然变色,问道,皇太后怎么了,你自己明白。 乾隆阴沉沉地说,那么,你全知道了。 全知道,那也不见得。 于老当家说,皇太后知道,她帮过你的忙,曾经要你好好报答,可是你却舍不得三百万两银子。 你有金山银山,三百万两银子只不过是拔根毫毛,可偏偏这么小气。 乾隆的心里又是一宽,黑黑地笑了几声。 摸出手帕来,擦去额上的汗珠。 她在世中来回夺步,心神烧定,笑道, 呵呵呵呵,你在皇帝面前丝毫不惧,居然不怕死在眼前,倒真是一条硬汉子。 你有什么放不下的事,不妨说给我听,等你死了之后,我拆人去办。 我怕什么,让你也不敢马上杀我。 不敢,你要杀我,不过是怕你的秘密泄露,可是你一杀我,哈哈,你的秘密就保不住了。 难道死人会说话? 文太来不理,自言自语,我一死,就有人打开那封信,就会拿证物公布于天下,那个时候皇帝就要大招而特招了。 千龙奇问,什么信? 余老当家,当时先把你的事情详详细细的写在一封信里,用火漆密封了,连带两件极重要的证物放在一位朋友那里,然后我们两个人才进宫来见你。 你们怕有什么不测? 当然了,我们怎么信得过你? 余老当家对他的朋友说,要是我们两个人忽然死了,就请他拆开那信,照着信中的吩咐去办。 若是我们之中还有一个人活在世上,千万不可拆开。 现在,余老当家已经去世了,只怕你不敢杀我吧。 钱龙不禁连连搓手,焦急之情,渐于颜色。 问他来说,这信和那两件正名,你用三百万两银子去收买,多半还值得吧? 嗯,银子,我本来是要给的,我还要放你出去。 那么,你写一封信给你的朋友,要他拿那封信和那两件东西来,我马上放人之银子。 哈哈哈哈,我把这个朋友的名字告诉了你,好让你又派侍卫去杀他,捉他。 呵呵呵,老师说,在这里我很舒服,这生这世,我是不想出去了,吃定了你一世,咱们俩是同归于尽的命。 要是我先死,你也活不长久。 钱龙咬着嘴唇,一声不响,宁思应付之策,过了一会儿说道,你不肯写信,那也好。 给你两天期限,后天晚上再来问你,要是仍然这般倔强,只好杀你。 我杀你,不会让人知道,你朋友只到你仍然活着,退一步说,就算不杀你,难道不会弯曲你的眼睛,割掉你的舌头,斩断你的双手? 呵呵呵,你在这两天中,好好地想一想。 说完,推一门走出书房,大踏步向外走出。 众侍卫在后面跟随保护,李可秀跟到府外,跪下相送。 前龙一走,文太来,由提督府亲兵抬入地牢,沿路来去,都由张赵仲仗剑护送。 刚回地牢,一名亲兵对张赵仲说,李将军有封信给张大人。 张赵仲仲接信一看,出地牢去了。 文太来,躺在床上,想念娇妻良友,此时毕竟仍在穷智竭力营救。 然而,朝廷世大,皇帝亲临实在非同小可,别要朋友们因救自己而有损折,那么,即使获救,也是此心终生难安了。 郑子思潮起伏,护文闸门响动,不一会儿,进来一个人,文太来,直到他是张赵仲,一眼都不去望他。 那个人走到床前,轻声地说,四哥,我瞧你来。